这个就是要讲什么话 那所以你如果愿意的话 把它当成类似单字 去理解那个单字是什么的时候 你可能在背就会容易记得 你在讲背就容易记得它 那好处是什么 好处是说 譬如我们在讲一些特殊的化学 化学的时候 化学室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知道 它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主生 譬如说 我上次讲乙醇 特殊是乙醇 你要想到化学室是什么 乙醇 对我们在 C2H5OH 对 C2H5OH 对 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或是说我们可能去理解它的关系 它怎么来的 记不记得 对 它一直连上去 对它从甲烷来的嘛 对从甲烷 乙烷 但从乙烷怎么来的 对 应该吧 应该 应该 现在是这样子 所以 这个东西你只要记得它的关系 实际上也不会那么难背 就记得它的关系 那其他东西可能要背的 或是要记 就是 可能经常我们会这样说的 这边大概 这部分有一个是像 嗯 我们第三节的部分 它讲说金属 非金属 二元化物的命名 它其实是讲到一些命名方式 这是我们中文英文的差异性 那中文是follow英文的命名方式 所以通常简单来讲就是 直接拿来用它的方式去念就可以了 比如说 Ki 看八十八页 对 Ki就是点画夹 对 然后 Li Li 2 S 你说 流化理 等讲流化理有时候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你可以说 一流化二理 或流化二理 那两个理 二理化两个理 欸不行 它通常是先讲 后面的这个 博性化 欸 非金属的部分 通常是先讲非金属 再讲金属 就是谁化谁 那两个都是金属化在一起 两个都金属化在一起 有对我们要说 没有 合金 对 我开玩笑 对 合金不是 但是我们好像没跟我两个金属化在一起 就是两个金属变成化二理 因为它没办法 你想干嘛 金属是要失去电子 金属也要失去电子 两个都失去电子 它们大概都化在一起 一定是一个失去的得到 所以它来化在一起 所以是金属非力 它能用化合在一起 好 金属跟非金属化合在一起 所以你看到 87它有简单告诉你 它这边离子的形式 形态 所以我们可以看通离子形态 对照 比如我今天是 李要跟氧化合在一起 我一定要怎么化 李是氧化二理 对 因为李是带一个正面 氧是带一个 不便 我们来看87 87上面的离子表 简单的那个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型态 就是固定型态 因为氧一定是带两个固定 氧会带一个正面 不会 特度型态 很少 特度型态 然后氧也就是 不可以搭三个 三个固定 三个固定 对 它就是多强一个固定 但是那时候 已经变了一个臭氧的概念 臭氧的意思 O3 好 然后像 蛋的特殊状况 那正常状况都是 带的电 带的定型状况 像以前我看到的 碳四个固定 蛋三个固定 两个固定 鎖四个固定 就是看到的 所以它化合在一起 就可以知道 哦 我就这样跟基础化合 就学一个整理 让它形成一个变中性 好 它就终了一个整理 好 它就终了一个整理 好 它就终了一个整理 轻离子可以这个固定吗 轻离子可以 轻离子 通常来讲 就是带正的电 它有更变化 它通常带正的电 因为它只变成 它这里有解决的 轻之复的 确实错 中备问题 中备问题 对 先问什么是轻之复的 轻之复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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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会得到电子 对 所以轻是算是有点养极 轻其实也可以跟你讲化 在一起 所以轻实上是可以正复 轻可以正复 轻也可以跟佛在一起 轻跟佛在一起 它就带正电 佛会把它 HF 它会写 它跟 它跟非粒在一起 它会变成基础的概念 那如果它跟 基础在一起 它就变成非粒的概念 对 它其实有点是借良的 就不见了 所以 像这些就是我们讲的化学名 那如果说一些俗名 譬如像水 水是俗名 那水的化学 化学名要怎么做 那个学名 氧化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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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个我们今天讲不一样的 是什么 H氧化氢 是什么 过氧化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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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 像氧多了 不过氧 可以这样 像氧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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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这个我忘记了 这个是破氯酸酱 好像这样 这个是破氯酸酱 对 它氯就多一个 这是破氯酸酱 这是氯酸酱 但这个化学是我也忘记的 你一大一大 看你的专业 你如果你的专业是化学就会常常大 那我以前我也没常用到 是因为我会去做丹药的时候就常用到 我会常用到破氯酸酱 破氯酸酱 破氯酸酱酱 所以你们把第四章看一看 下礼拜看有什么问题 可以考虑一下 好不好 第四章其实就是这样 它是简单介绍一下秘密 因为 你说无聊就是一些简单的原则 我会想看 那我会想看 你会想看 他在哪里 他在哪里 我会想看 那我会想看 大多小庄